歡迎收看這次新一集的 我是阿牙 我是子萱 我是溫柔 兩位小學弟 知道今天在這邊是哪裡嗎? 我知道是很多猴子地方的 壽山動物園 沒錯 我們現在就在壽山動物園 我們今天要體驗 一日的保育園 欸 保育園要幹嘛呢? 有什麼任務?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跟著 園區的工作人員一起去體驗吧 Go 欸 欸 欸 我們到了 到了 到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子萱不是很餓 我餓了 我不知道吃飯了 嗨 好 嗨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當一日的保育園 我今天好幸福喔 你們都很帥 那我們今天要先工作囉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好 來 我教你們 我們今天的工作囉 就是給 蕙蕙紅毛 黑冠猴 黑猩猩 他們備料 他們的那個 整天吃的東西 然後還有大象的 文爐 我們就負責這個 我們還少一個人 還少一個子萱要吃的 我跟黑熊一樣 我跟黑熊一樣 可以啊 等一下 等一下你備完 你就可以吃了 阿雅 你就 黑冠猴跟黑猩猩 然後子萱就用大象 然後大象就是這個籃子 它全部的備料都在這裡 蕙蕙跟紅毛 就是前面那個籃子 有紅色的那個紅毛 黑框跟黑猩猩 下面有夾了一個 黑猩猩的牌子 那個就是黑猩猩 OK 他們的籃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囉 好 好 來 那我先示範一下 等一下你們就自力更生了 好 來 大象那你示範一下我的 對貝啊 那我可以少一個 是不是0.5 紅蘿蔔 好啦 那就0.5喔 超過了 他今天比較餓啊 吃比較飽一點 多一點點沒關係 不要對他太吝嗇啊 可是不能少就對了 這樣多一點點 那就0.5 他是蕙蕙嘛對不對 好 來就放這裡 這邊就是蕙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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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蕙�蕙� 已經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 欸 太棒了 已經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 然後就換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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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姐 我有問題 好 你叫我姊姊 我好愛你喔 這是可以直接吃的嗎 當然是可以吃啊 是嗎 動物吃的都比我們人好 那我幫你試吃看看 好吃嗎 甜的 甜的 對啊 我繼續用了啦 好 做工了啦 不要再吃了啦 那要吃完才有體力啦 我沒有洗菜過 雅羹沒有清過菜 要三斤 大象要看紅色的 還沒耶 會不會我們全部裝完已經下午了 我才裝完第一個而已 現在他們都在備料了 等一下我準備來驗收他們的燈火 欸 不要在我的各位在 在我的啊 因為我的大象已經配好了 大象 真的蠻甜的耶 所以如果吃水也要吃啊 原本吃水也要吃啊 它原本也有大象也要吃蘋果啊 什麼啊 大象啊 大象吃蘋果 對啊 那很甜 真的很甜 真的很甜 會剝嗎 不會 來 我可以學 這邊 好 這個後面先 好 這邊 來 這樣就比較好剝了 好 OK 有點像玉米筍子 一天的開始就是從我們的倉庫 也是等於動物們的廚房 然後準備他們每天營養的食品 讓他們有足夠的營養可以攝取 每天的備料就是水果蔬菜 然後給動物吃 然後等一下他們就會把蔬菜水果 還有肉類 還有飼料 然後就帶到園區去給每一區的動物 他們很年輕 很認真 看他們那麼有活躍 我就覺得我 我也年輕起來了 看一下 謝謝他們 他們愛心的保育員來揭助我們 你們都做好了 OK了 OK 我要來一個一個驗收 沒問題 你們做得如何啊 貝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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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 香蕉 蘋果 打辣 番茄 胡蠟 高麗菜 大姐妳每個動物 每個動物都背起來了嗎 對啊 然後黑猩猩 對 黑猩猩不是這個嗎 這個太多了 黑猩猩不是這個嗎 喔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 黑猩猩啊 欸 哇 好棒喔 姐 好棒的 姐 沒有啦 姐姐是故意的啦 看我們 看到你們都頭暈了 看你們認真 看你們認真 怎麼那麼帥 哈哈 欸 這 事實吧 哈哈 欸 都有 太棒了 這個是黑罐頭 黑罐頭 黑罐頭的話 這個喔 吐數好像太多了 真的太多 真的 看一下 我是故意的 節目效果 節目效果 姐 真少一個東西 沒有吐司 哈哈 沒有吐司 沒有吐司 剛剛我給妳夾一條喔 欸 欸 吐司 你是吃掉了 你吃掉了哈 欸 欸 沒有啦 一條 欸 我原本是 我原本是放好的 結果我把它被拿出來 沒有 哈哈 好啦 加油了 哈哈 哈哈 哎 姐 你好像比我們慢囉 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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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完了 準備完了 我們現在要出發給動物們吃飯了 好 Let's go 分裝完那個動物的食物了 現在 大哥我們現在要前往哪一區啊 我們現在要去亞洲區 那這樣你只負責送亞洲區嗎 還是全動物園的 都要送到 全動物園都要送到 哇 那這樣一天也是個大工程嗎 真的 欸 那這樣子 這邊不是山區滿多猴子嗎 會不會 猴子跟那些野生動物搶食物 我們在餵的時候 其實都會把動物收到 收車裡面 所以 這樣不會有整個麻煩 A few moments later 欸大哥 這個放哪邊 幫我放車上就可以了 謝謝 那我們下一個 工作室 先打草體驗 等一下可以餵給我們所有 草食售的動物 我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他們等一下就照著做就可以了 OK 謝謝 開關在這邊 等一下就先把草的那個 他們都會綁好這樣子一束 所以就把結先解開之後 你看他這邊有那個滾輪設計 就是手不要跟著進去就要飛 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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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可以幫我把這一桶 抬到展場那邊嗎 來 交給你了 幫我把桶子放這邊就可以了 他有機會來吃喔 大便 等一下放他 他就出來吃 喔 超大隻 太大隻了吧 超大隻的啦 吃鬼啦 不行 先去抓到那 有了 哇 好大隻喔 他肚子餓了 他肚子餓了 我以為是扣還是上面的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兩個把手堆的啊 就是像他 有沒有 他那門 他那門就會動了 他那是 他聽到聲音應該就知道了 對對對 吃飯囉 吃飯囉 完 他出去了嗎 他出去了嗎 解 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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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他們很餓啊 吃飯囉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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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開心開心 快 啊 啦 大哥 這一棟很特別耶 之前人還沒有看過 現在是新的 覺得知道到什麼 來看嗎 對 這棟就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壽山動物園改建的重點 它叫做三行屋 對 就是為了希望可以打造 民眾跟動物更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就採用一個辦室內的設計 然後像上面 偏頸的設計 讓它裡面的採光更好 然後側邊這樣子 開這種葉片的方式 讓裡面整個更流通 光線也會更明亮 讓民眾可以更親近的 接觸到動物這樣子 做一個設計 那動物也很亮 那你們今天這樣子 帶了一路我們 保育園的一日體驗之後 早上的配料 到餵食跟放展的體驗之後 你覺得我們 保育園的這項工作 有沒有什麼心得感想呢 因為我從小就蠻喜歡 到動物園參觀 那這次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用一個很不同的面向 就是從保育園的角度 去觀看整個動物園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基地業 很開心 雖然跟這次來看動物 但是其實還是有點距離 今天這一次是 最近距離的那種接觸 然後還可以看到他們 吃的食物 就是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我覺得這項工作 就是要跟動物朋友愛 要有辦法生存給他們 然後我是沒有來過動物園 所以我第一次很有趣 感覺就是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說 配料的時候 水果是真的蠻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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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們都吃得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跟它們近距離 很熱愛這個動物 會想要去做 對 因為我們的工作 就不是只有 就單單給他們食物這麼簡單 就包含動物如果有任何狀況 像生病我們要立刻同胞受醫 或者說之後醫療的一些處置的話 也是我們要去做協助 或是像每天就要忍受 那個比較重的 死尿的味道的話 也是一般工作 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到的 大概就這樣子 大哥我們今天在 割草的時候 弄草的時候 你覺得弄得怎樣 及格啦 大概 幾個而已嗎 六十人或七十分這樣 我以為至少要九十 就其實你們表現也不錯 因為是畢竟第一次接觸那個 機台這樣子 因為你們剛剛的表現 也相當不錯 為了要獎勵你們 所以我們就是 動物園在這邊放一個福利 給你們提早 體驗動物園遊園的活動這樣子 GO 來 二雙部場 餵羊咯 餵羊 餵羊 欸 那你怎麼有個28號啊 欸 28號魚 哇 是隊長 欸 你在這 28號魚 你在這邊幹嘛 餵羊啊 拆脫 喔喔喔喔喔喔 永遠又在你來了 永遠 下去 加油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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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他拔脫了 加油 寶貝插他眼睛 TACO TUESDAY 我們今天來到壽山動物園 今天體驗來有趣的 保育園活動 不只看孩子的比賽 還可以來全新的 壽山動物園玩喔 我們下期見 普攻 耶